这是没化妆之前的我 这是化了一半的妆 这是化完妆的我 猜猜我多大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热教 中国加油武汉加油 今天刷抖音发到一个老年的 视频特效 然后我现在就想化一个 仔细看一下这个老年妆 它其实只有眼带和法令纹 比较严重其他的还好 然后我们今天就着重化一下 眼带和法令纹 我们先用灰色的画出眼带和法令纹的位置 默默问一下你们有多久没出门了 我将近十天没有出门了 今天就重点策划一下眼带和法令纹的位置 别的就是先大概的画一下 首先用手拉扯眼带下面的皮肤 让它成紧绷的 然后拉扯不动 比如刷转零化手机要刷上一层 手一定不能放开 然后绷上吹一下 它完全透明就干了 然后再上一层 吹干后立刻用散粉静装 这样一张手才能放开 然后挤压一下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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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之后可以用手挤压一下 整个管理会 我画到这一步突然想要不这半个脸画老年装 这半个脸不画正常的 然后我先把之前的画的给擦掉 今天就是一个人在家里面就是想到什么做什么想画 现在一个人在家是不是特别适合自律 每个地方上两层零化手胶才定装 每屋都要定装 不然你手伸开它胶会粘在一起 然后现在上这一片皮肤的零化手胶 用两个手把皮肤沉紧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定不能先急 这一块一块的来 如果这时候有人帮你会听说很多 就这个两人同事的话 效果会好一点 现在开始做上鱼皮的周围 就是用手把上鱼皮拉扯 整个的绷底然后在上面涂抹点花露胶 不要涂抹到眼睛里面 我现在是用手把上鱼皮拉扯 这个上鱼皮拉扯 这个顺眼皮就是这样 眼睛处理着那样先找帽子在上 然后处理一下这一块和额头的周围 每一块皮肤之间的零化手胶才好 给它衔接上 然后这边的眉毛 拿刷子中沾白色的油彩 刷一下 即使这个仅有的几根眉毛 也需要刷一下 然后到这灰色的眉毛 比加重向周围 然后这边把脸 我就简单化 加正常的男状 然后具体细节就不公布了 毕竟我也不是美妆过 我就快速的困惑 简单的画个眉毛 然后打个粉底和侧影 就OK了 好了 这个半脸的老妻妆就完成了 你觉得这两边对比大吗 下面给大家衍生眼珠的卸妆 直接 拖开 女女外人不要在脸上 我写成一种假皮 像样区别 写完了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来 哈哈哈 拖开 3 5 6 3 3 6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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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7 嘿